我觉得既然我们选择这个行业 我们就有这个行业的 怎么讲 就是那个使命跟事业的理想性在 这是或许在你去讲 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们怎么这么想 可是就是说 在我们把他当作是我们的事业的时候 我觉得心甘情愿 谢谢 有没有人要出来说一说 来 好很好 其实 我想 我 我叫尤静娟 然后现在认识于天堂 那个 因为 我之前是上科转入护校 就我的身份还蛮特殊的 那时候转入护校在上科中间会觉得说 不是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鬼干的吧 然后 可是在做了之后 我们会觉得说 对我们就是本身是因为我们的职业道德实在太强 然后可是我要说的是 请大家一定要去读牢机法这种东西 因为我最近我现在是在营造业工作 那我现在我在学那个老公安全的法律 然后我才发现说原来雇主都是用你们这种职业道德心太强的东西来压死我们护理人员 然后我们护理人员每个人就是单纯的像天使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留在这我好 我做大事 白人衰了 不会来夸奖我 可是我觉得我上天堂了,我就是天使, 可是我还是觉得说,直接到的是本身这是一个良心问题, 但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要替我们的工作权益去做一个争取, 这才是最主要的东西, 可是或者是大家都认为说,都把良心整个都不知道为什么都外化, 外化都自己都变成神仙, 然后都说我就是一个神,我就是一定要做到一个好, 可是其实大家都是普通人,我们要生活,我们要睡觉, 我们要跟大家做social,我们需要money, 我们也是需要放假,要需要娱乐的东西, 所以应该就是我们是处于资本主义的社会, 而不是说杀什麽什麽什麽慈记那种社会,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是职业道德是要有, 可是我们的理当应该要有的工作权益是一定要去争取, 这是现代物理人应该要做到的事情, 因为钥匙他们为什么最后可以这麽成功, 就是因为钥匙他们去争取到, 过了, 过了, 不好意思, 大家好, 因为我是钥匙, 基本上我很谢谢老师, 因为我们提醒了这麽多, 那有关于我们权益的问题, 那刚刚老师所提到的, 你们所有护理人员该有的上班的问题, 其实我们钥匙通通有, 那感谢老师提醒我们, 但是我也很认同刚刚这位大姐讲的, 其实人要惜福啦, 换一个角度换一个立场, 今天如果你是医院的老板, 那如果你是病人, 那如果我们身为我们医务人员, 在我们的使命感内, 那我们不做任何妥协, 我们一味的只争取我们自己的权益, 那如何达到所谓的平衡跟协调,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再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 那有很多人没有工作, 今天我们有工作, 那我们是不是也好好珍惜我们这一份工作, 大家能够多一点付出, 然后稍微有一点点协调空间, 该争取的当然要去争取, 但是是不是也可以在争取的权利范围内, 适当给自己有一点点弹性, 欢喜做甘愿胜, 真的那个是实际的精神, 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多一点包容心, 那这样子这个社会会更响合, 谢谢大家, 以上是纯粹我个人分享的, 不好意思, 谢谢, 我知道要谢谢很辛苦,